5月10号 不是还在那个隔离公寓吗 9点多那个 他们那个防疫人员嘛 上午来跟我们说 今天我们五天的隔离时间已经到了 需要我们晚上估计要回去 7点多7点多以后就是 就是隔离结束嘛 就是打包弄滑的那个很多东西嘛 就是准备回去了 下楼了以后再消杀一次 从那个松江的那个地方 往市中心港回去嘛 在8点多的左右 他这个是松江有一条小路嘛 在那条路上的时候 给那个反正是管理人员了 来下来以后 当时已经是8点钟了 后来男人在那里就等嘛 我们跟他解释 因为驾驶运跟他解释 解释了也没什么用 就在那里等嘛 反正中国老百姓还是挺好的 反正这是自理能力啊 还是怎么说呢 还是有点失误嘛 晚上8点多 等到9点多 一个小时 9点多才开始出发 真正的出发 军令状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 军令状的起源和军队行军作战 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目的是加强指挥官的责任感 确保战斗的胜利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立军令状是有极大风险的 因为军中无戏眼 下军令状白纸黑字 那是要兑现的啊 那我就再眼开的一下说啊 5月5号吧 那个中央已经下达了那个 坚持清零不动摇 不容质疑 不容反驳 反正就是划了一条红线 各个市啊 各个省啊 都要严格 按照此项标准 严格要求 坚持动态清零 反正就是各方大员吧 像浦东兴区的 反正跳得最厉害嘛 已经冯身碎骨 立下了军令状 立下了军令状 现在那个当官的也是 他也是知道 他已经这样了 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前来 他怎么弄呢 他肯定是一层一层往下压了 压茬嘛 反正是粗暴 简单直接 就是这回事 一人得阳 全楼封控 强行的路户消杀 门口留钥匙 昨天还看到了一段视频 就是一对夫妻嘛 在家里 家里估计有那个阳性病人 还在家里的情况下 他们是密接者嘛 警察 就是五六个警察 就是上门的 上门了以后 在门口 就是警告嘛 肯定是电话前面警告的 肯定也有的 他们最后来就上门了 后来他们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专门开锁的嘛 打开了以后 就是把那对夫妻 就是小夫妻嘛 拉出来了以后 小夫妻说 要再回去 把东西再整理一下 把门再关一下 警察也没让他办 他坐上了那个 运往隔离地点的那个车嘛 警察后来说了一下 隔离好以后 还是要接受那个 强制措施嘛 还要再 再按照法律 还要拘留啊 或者什么 违法 违法了嘛 他说他违法了嘛 上海有一个 同教授吧 法律界的嘛 要宣布了 紧急状态以后 才可以 出现 强制措施 强制隔离 第二个 国务院 授权了以后 才能有这个 措施 才能可以这样做 没有这个两点的话 地方 不可以这样做的 这这样是违法违宪的 后来那个教授的 也联系了好多 华东政法 反正就是个法律系的吧 就是联名 表达了这个意见 后来那个 他的微博 那个叫 童教授的微博 都给封杀掉了 里面的 几百篇文章嘛 都给清空了 就是不容置疑嘛 后来上海是 也 也在那个 反正就是教廷了 所以说 应该说教廷了 但是 还有个别的 还是要 还是看区别对待吧 如果疫情很严重的话 久拖不治的话 还是会采取这个措施 大部分已经叫停刹车了 我释养了 再有一个 进行消杀 路户消杀 一定要是你同意的 你如果不同意 当时的如果不同意 他们不会强制打开门 去消杀 既然领导层已经立下军令状 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立下军令状 如果下面 不执行他的 他可以成真地压下去 肯定越是到下面 越是粗暴 简单 还是按照老的那个 三四线啊 五六线啊 七八线的那种 城市的硬隔离啊 一点都没有心意 一点都没有 什么好的东西出来 还是太老 走得老一套 我就觉得没心意 最主要最主要一边 那个警察或者大白啊 社区防控人员啊 他做得过分 做得很出格的 或者打人啊 那以后肯定是没有追究的 也不可能追究 这样就过去了 连一切道歉都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 受不到惩罚的 他当然肆无忌惮的了 没有追究 没有责任的 老百姓安全感都没有的 老百姓的生命权啊 财产权啊 都给他践踏了 所以说对政府的性能感 摔得稀巴烂吧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从前那个北京 取出地段人口 你看有谁出来 接受惩罚了 接受处罚了 没有吧 上海如果这次 我觉得觉得也不可能去处罚了 没有什么 处罚 只会往上升吧 还在唱战歌的啦 没有铁拳啊 打踏是打不醒的 上次一个小伙子嘛 刚开始四月初的时候 一个小伙子在那里 反正在微信群里面嘛 反正 发发牢骚嘛 要大家 不戴口罩 下楼 聚集一下 反对 政府的抗议吧 就是在群里看一下 后来群里面也有个警察 当面警告他了 后来打电话也警告他了 那个小伙子还是 一一孤行 到了楼下来了 后来警察就把他 带走了 应该是强制措施拘留了吧 反正那个警察说的是 很好像 很 很那个 抑正延迟的 你有什么情况 你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向 居委 12345 反正好多途径给你反应了 但是 1235 永远打不通的 居委会两手一摊 我也没办法 你找谁啊 谁会理你啊 再说以后 上海以后 解封了以后啊 中央 新闻里面 在宣传宣传啊 股市再涨一下 哇 我就觉得老百姓还是会 呼噜呼噜呼噜 呼噜又给他忽悠挺去的 从前那个 有一段股市 涨得厉害的时候啊 就是随便把那个 一百块进去 马上就变 两百块 变三百块出来了 好多人都是 控制不住了 就是把那个 房子买掉了 啪 冲进去 又赚了很多 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 老百姓这个韭菜 一剥一剥割 不管的 还是和很多人的 还是很多人会进去的 再说 旁边加一个括号吧 上次看到一个 就是四堂新春嘛 居委会里面藏了好多那个物资嘛 就是拆开来的以后物资嘛 本来想拿去处理掉的吧 反正给居民通知 后来发学了嘛 好多人都在发火嘛 都在那个打嘛嘛 最后发展到那个 一个 一个街道里面的 好像也是一个领导的 出来 出来做解释工作嘛 出来做解释工作 如果他是这样说的 居民朋友们 如果发现有接到 居委会的人 有在群私舞弊 是什么情况下 他就严查不待 反正就是居民 马上就拍手 称快 拍手称好 还有我们的 我们居委会物资 马上就会给你们发 发过来的 发送过来的 过几天就 过明天就会到了 你们 你们等着吧 后来居民 又拍手了 我就觉得这个剧情 翻展的 真的太快 太魔幻 魔幻的虚无主义 第一个 居委会也是 政府机关吧 第二个 街道里也是 也是政府机关吧 都是政府机关 你做错了 你最起码 有个道歉吧 没有的 好像他们 他们下面在贪污 我们上面 没责任的 最起码的一个 道歉都没有 老百姓也太好哄了 说几句什么话 什么话 一说说完 马上拍手 我就觉得这个 我们的老百姓 我真是 这个韭菜 永远是割不光的 第一个股市一涨 好多人又冲进去了 车子买的一便便宜的 好多人又冲进去了 房子一便便宜 好多人又冲进去的 不计 还有的是 不计 好了伤疤忘了疼吧 再说一下 疫情结束以后 底层的年轻人啊 我看看也不要分头了 躺躺平吧 该怎么花 怎么弄啊 赚到多少钱 就是 该怎么花 就怎么花吧 躺平算了 像稍微忠诚一点的人 看透了就可以 做到不被忽悠吧 给自己弄得幸福就可以了 该吃吃 该喝喝 啥事别往心里割 活过每一天 活好每一天吧 不要给自己加杠杆的 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累了 不要看别人开大崩啊 开什么 自己活得开心就可以了 我就做到第二点吧 第三个吧 最高的 最高的一层吧 有钱的人啊 漏身翻墙吧 到国外去了 还有我觉得到国外去啊 肯定没国内这么好 但是只要咬牙挺住了以后啊 从长远的那个 从五六十 五十年六十年的情况来看 还是在国外会好 好于国内吧 你短时间内 在国内看 你说不定觉得国内还 比国外好 你如果会吃不消 不能从你这一带看 你如果还在国内 你希望你的小孩还是这样吧 不可能的事情吧 你吃过的苦 你受过的难 不希望你的孩子再重新 再吃一遍吧 受一遍吧 军令仗是古时军人在 一场场不容有失的战役中 所立的契约 失败的代价就是丢命 可以算作是一种担保证书 却又相对严厉 其主要作用 也是和军队作专 有着密切关系 是一种主将进行自我加压 以争大责任感的手段 纵观历史 企业精神在某一方向上 对于忠义这两个字 有着严格的把控 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披露的存在 如今在现实中 我们已经看不到 同名状 生死状 军名状 这样的契约存在 他们有好有坏 但总体上来讲 都是和人命鲜血沾边的 时代会淘汰一些东西 同时也会诞生一些新的东西 或许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话 这些契约还是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而已 还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周围